干经理 你们这里就是做那些原材料的 对对对 火锅串串 哎 哇塞 合作这么多品牌吗 也不算多了 带我看一下呗 好 请 这样就是我们主打产品 火锅用的 对 烧烤用的 就是吃火锅吃串串 整万能蘸料做什么都可以啊 再用完 那你怎么不写个万能蘸料上去呢 多少钱啊 这个一包 这个只要几块钱啊 能弄几份出来 10克一袋 总共里面有10袋 直接开一袋出来就是一份 一袋就是一份 对 你批发价是多少吗 大概8块钱 就是8毛钱一份嘛 这就是我们这个使用的一个场景 这些呢 这些就是烧烤食材 你看 大脸鱿鱼看见没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这个鱿鱼区 你们就生产这个 对 像这么一袋多少钱 它一件是300只 680左右 那2块钱一串吗 2块多点 那你要让点力啊 我们做工厂 我们也是一个低毛利 起定量是多少 每一个产品是不一样的 例如像这个鱿鱼匙 起定量 可能就只有2 30件 像那个蘸料上百件 这些都是图片 我们去看一下 你怎么生产这个东西好不好 可以 我得给大家 我们来趁建训走一走 现在穿的是什么 穿的是蜜枝肉串 这是什么肉呢 鸭胸肉 这个是不是杂串用的 对 这个成本多少 一串的话1块6左右 那一件多少钱吗 320 一件有多少串吗 一件是200串 那你平本卖啊 合力多销嘛 那320市场上卖多少 这个市场上大概就300 800 400 一件还可以挣几时 主要是为了那个钱端 节约成本 我要订多少才 你才给我贴牌 100件 如果去吃杂串 这个是多少钱呢 4块到5块 4块到5块 对 然后我进货是1块6左右 对 那也有利润啊 必须要权断要有利润 这边全部都是鸭肉 密制大串 好 这边特间就是肉制品道理特间 这是什么肉啊 牛肉 正经牛肉吧 必须正经 那你给我看一下它原来长什么样 这正经牛肉 我还担心你用 我们是正规的工厂 必须是正规的渠道来的原料 那这个牛肉出来的是什么 什么产品 八掌嫩牛肉 可以算着吃 可以水煮 金肉必须把它去掉 这一项牛肉这个品类 最高的时候能出货多少 我们这个也不算多 也能够出个五六百件 最高峰的时候 你们厂出出去的有多少 我们每一天大概就是1000件左右吧 这就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就刚才看到那个八掌肉 怎么感觉厚了 冻了以后把它冻成一起来 就解冻之后它就是一片一片的 对对 这一箱多少钱 一件的话批发出来 大概620左右 那我能卖多少钱 1100 这个就是批发 就10块钱一包 对 然后我卖20 26到28 能挣16到18 60到2 你就能挣个960 1000多块钱 哇塞 这箱我先拿走了 哈哈哈 多少钱 这一件一共是160串 这一件一共是160串 这个就在180 一块多一点 一串 对 然后我可以卖4块钱 正常情况下3块到4块 一串一块25的样子 然后我可以赚2块多 对 串串店用的包菜的麻辣牛肉片 一件的话就大概在620左右 20斤 那我大概能卖多少钱 卖的话这个就跟猫菜有关系 也就是一片包出来菜的话 大概就是1块2到1块4 这个就是牛肉粒 每一个就是4克一粒 一粒就串一支铅 跟刚刚那个使用场景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重庆这边有很多串串火锅 对对 这个就是专门为串串火锅做冰铅的 这一箱多少钱吗 600多 一斤也大概就在120到140粒 这边就是我们的炒制车间 专门生产那个蘸料的 这个是炒制 炒完了以后就拿到这里来充制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蘸料区别在这里 为了尽量跟传能工艺接近 用的是充制 准备了一些我们公司的产品 火锅专用蘸料 等一下就蘸着这个吃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八掌牛肉 解冻之后摆盘就是这样 你鸡肉 刚刚我们洞窟看到的那一箱 这个就是比较火的千丝牛肉 就是比较细 然后比较嫩吃起来滑滑的 包菜牛肉 像这种资产卖多少钱一斗 大概在15到20块钱一把 我先来这个千丝牛肉吧 我真没吃过这个千丝牛肉 好 这样煮着吃 也可以烤着吃 有点辣 酸酸酸 这个千丝牛肉它很嫩 真是不错 这叫八掌牛肉 站起来我们的蛋料 我真是嫩 嫩 我就喜欢这个 还有这个掌中饱 我真是嫩 脆脆的香香的 配合这个蛋料 就又麻又辣 这个里奇肉 我真是嫩 满足 不错 不错 不错